蔡培慧 放散 蔡培慧 放散 支持者欢声雷动 南投先立委补选 由民进党候选人蔡培慧胜选 蔡培慧在母亲陪同下 向支持者致谢 并表示这代表民众期待改变 大家期待南投要改变 在选战的过程 看到大家期待改变的力量 那我不敢说是绝对的输赢 可是我有感觉到 过去蓝绿结构是蓝比较多 这是事实 可是这次大家期待改变的心 也常常会在这些互动过程中听到 傍晚五点多 国民党立委候选员林明珍 在南投县长许淑华的陪同下 自行宣布败选 林明珍担任县长八年卸任 国民党在南投县十八年来 立经的县长立委选举连战都告捷 这次败选被视作是铁票舱被攻破 民进党终止去年九合一选举后三连败的选举结果 根据宣委会统计 蔡北惠四万五千两百一十八票 林明珍四万三千两百九十三票 蔡北惠以一千九百二十五票胜出 新唐雅开电视 明珍云销正中孔向威 南投综合报道 蔡北惠以后 放鬆